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背后又是怎么回事 吴彦祖1974年出生于一个高知家庭 父亲吴震是电气工程师 从事设计核电站的工作 母亲杨松花是大学心理学教授 他们希望儿子可以继承自己的一波 当一名老师或者一名工程师 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 让他有了进入娱乐圈的机会 一部功夫片《少林四》 让年仅六岁的吴彦祖 对武术产生了浓烈的兴趣 也经常跟着影片中的人物在家里有模有样的比划着 内心的想法和渴望都写在了脸上 然而还没等他说出口 就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 他担心儿子学会武功后会跟人打架斗殴 可是让母亲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反对却换来了儿子更大的兴趣 朝九晚五的刻苦练习终于让母亲松了口 还特意找了一位北京艺人教儿子习武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母亲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高中时的吴彦祖也曾叛逆过 经常打架 在机上玩滑板 喜欢听重金属 朋克等地下音乐 直到吴彦祖17岁那年 母亲杨松花突发心脏病住院 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叛逆 给母亲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开始变得慢慢懂事 在母亲杨松花住院期间 吴彦祖白天在学校认真读书 下课后就匆忙赶往医院照顾母亲 日复一日的努力让他不负众望 考上了父母理想中的大学 并获得奖学金 在校期间 吴彦祖成立了中国武术会 并成为了第一任教练 收了20多名徒弟 一共任教五年 在学校的成绩和表现 让众老师们对他赞不绝口 次年吴彦祖跟随师傅到北京参加武校比赛 获得了北京国际武术比赛长拳组第五名 太极拳组第六名 在一切都往理想中发展的时候 意外降临了 23岁这一年 突发奇想的吴彦祖 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来到了中国 花钱大手大脚的吴彦祖 很快就花光了身上的钱 穷困潦倒的他 就连回去的路费也没了 当时不好意思开口 再问父母要钱的他 就寄居在了朋友家 这个时候朋友建议 要不要做模特试试赚点回去的路费 生活的窘迫 让吴彦祖不得不接受这个建议 进入了一家模特公司 本打算赚一笔快钱 挣够了就回家 没想到无心插流柳成英 当时著名导演杨帆 就坐在台下观看这场活动 正在为电视剧《美少年之恋》 找男主的杨帆导演 一眼就相中了长相俊朗的吴彦祖 这是一部讲述两个男孩之间 爱情故事的电视剧 既然名字叫《美少年之恋》 男一号必须是美少男 这才相中了吴彦祖 然而他的举动却让所有人意外 吴彦祖并不认为自己有当演员的才华 成为演员也不是他人生规划的最好选择 所以便婉拒了杨帆的邀请 杨帆却十分有耐心 每天都给吴彦祖打电话 在杨帆的穷追不舍下 吴彦祖终于动心了 吴彦祖知道父母那关不好过 毕竟没几个父母想让自己的孩子进入鱼龙混杂的娱乐圈 幸运的是生在国外的吴彦祖父母比较开明 虽不看好 但也尊重儿子的选择 演艺圈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混 从小养尊处优的吴彦祖 在吃到苦头后打起了退堂鼓 几斤撕烂后 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既然是自己选择的 再苦再累 也要坚持走下去 1998年定播出后 吴彦祖不出意料地迅速活了起来 电影中身穿紧服的他阴气勃勃 面容深邃立体 五官棱角分明 迷藏了众多少女直呼 这不就是理想中的初恋 真的是一个鹦鹉的青年 在娱乐圈来说 有了人气就等同于有了一切 很多导演也纷纷邀请吴彦祖拍戏 1999年 吴彦祖在张婉婷导演的《玻璃之城》中 饰演男一号 这部剧让吴彦祖提名第18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 这无疑是为吴彦祖度了一层金 使得吴彦祖更加炙手可热 这次的成就也让吴彦祖的父亲理解了他 每每过来看望儿子 看到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看到努力上进 认真工作的他 强忍内心的心疼开口 你今天真的很努力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给了吴彦祖在演艺道路上继续下去的决心 一定要努力工作 对得起家人对他的肯定 2004年 在动作片《新警察故事》中饰演的关祖 虽然是个大反派 但却让网友欲罢不能 果然长得帅再坏都能被原谅 正值青春的吴彦祖 在电影中身穿警服 在街头回眸那一笑 就让观众再也忘不掉这张脸 在电影的最后一幕 吴彦祖在内疚中跳楼 看到那一张委屈的帅脸 有谁能忍心推开委屈的吴彦祖 那深邃的眼眸就像一池春水 深深地刻在观众的心中 吴彦祖也凭借此片 获得了第4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人气和知名度更上一层楼 从吴彦祖出道至今十分低调 也不炒作 然而事业顺遂的吴彦祖 在感情道路上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吴彦祖在刚进入娱乐圈不久 就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段感情 1998年 吴彦祖当时的舒奇冯德伦 在拍摄第一部作品时 吴彦祖和舒奇的绯闻传的是沸沸扬扬 实际上吴彦祖和剧中的另一名演员 李美琪擦出了爱的火花 而舒奇和冯德伦在一起了 1979年出生的李美琪拥有五国混血 有着上天赐予的美貌的他 出落的亭亭玉立 这时的李美琪开始做起了平面模特 来挣零花钱 外貌出众的李美琪在朋友的建议下 来到香港发展 毕竟当时的香港造型能力 在整个亚洲都是名列前茅 以色偶然的机会 李美琪和谢霆锋一起拍摄了杂志的封面 杂志出版后 李美琪很快就得到了大众的关注 也被评为香港男人最想拥抱的女人 不甘只做模特的李美琪 直到2002年才有了转型的机会 和男神吴彦祖一起合作了赤裸特工这部电影 两人同样是在国外长大 早在进入娱乐圈之前就认识了 后来两人双双进入娱乐圈发展 本来就认识的两人因为工作关系时常见面 日复一日的相处 让两人对彼此产生了别样的情愫 刚拍完影片不久 两人就曝光了恋情 吴彦祖是一个特别专一的纯情好男人 但是他的女友李美琪却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据悉吴彦祖是一个特别重视感情的人 而且李美琪还是吴彦祖的初恋 对待这份感情特别的认真 两人出席活动同框时经常高调恋爱 让众网友一度以为两人会步入婚姻的殿堂 然而拥有众千万少女都爱慕的男人还不知足 李美琪在外面跟各种男明星传出绯闻 尤其是和吴彦祖一个公司的陈冠希更是深受大家的质疑 一开始的吴彦祖以为只是拍戏的炒作绯闻 但是被媒体报道的越来越真实 吴彦祖对此也产生了怀疑 当时身在国外的吴彦祖看到媒体报道 两人的绯闻时是有鼻子有眼 就忍不住打电话质问李美琪 没想到对方只是冷冰冰的来了一句分手 分手后的吴彦祖伤心了好长一段时间 在心理医生的开导下 这才缓解了自己的情绪 不久后经朋友介绍认识了Lisa 与Lisa相恋后 吴彦祖的眼中便再也容不下其他女人 说起Lisa大家都不是很熟悉 是一名混血模特 早年间吴彦祖拍摄的一张海报 使Lisa一见倾心 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吴彦祖 Lisa在追求吴彦祖四个月后 两人开始交往 当时的这段恋情很多人都不看好 毕竟吴彦祖是众多女生心目中的男神 也有很多追求者 就连长相秀气的Lisa也不自信了 害怕和吴彦祖走不到一起 甚至想过以未婚先孕留住吴彦祖 可Lisa不知道的是 吴彦祖是一个非常专情的男人 两人在相爱八年后 在南非低调结婚 婚礼简单而又温馨 但是爱是满满 婚后两人选择了旅行度蜜月 是唯美又浪漫 因为信仰的问题 他们生完孩子以后就分床睡 他们十年的无性婚姻也引起了争议 吴彦祖一般不在社交平台晒私生活 一晒老婆就是在撒狗粮 可见两人婚后十分恩爱 而吴彦祖也在23号晒与老婆合照 两人笑得一脸慈祥 历魄离婚传闻 可能是婚姻太幸福 吴彦祖也从当年的盛世美颜 熬成了如今的苏大强 如今已经快50岁的吴彦祖 颜值也早已不如当年 年纪大了之后身体发福 发际线后遗 发陵纹明显 眼角纹也是逐渐加深 如今的成熟稳重中 又多了一份油腻 吴彦祖在微博晒出幼时的萌照 可能也是看不下去 如今自己的大叔模样了吧 被无数少女视为理想型男友的他 也经不起岁月的打磨